天地万物皆能和平共存 以缔造出一个真善美慧的生命共同体 教育为百年大计 修行学佛更是人生大事 因此海涛法师奔走于全省各中小学及大专院校 对全校师生演讲 就是希望将佛法教育落实于学校往下扎根 使更多的人都能提早学习慈悲性 以对待世间万物 社会风气的改造是一个需要长期灌溉耕耕耘的工作 所以海涛法师奔走在各寓所中 对那些在生命中遗失的受刑犯开示 以同理心进入他们的生命 理解 关怀 进而开始教化他们 不心其满 出于受感化的受刑人 法师更予以关怀 辅导就业 希望他们能回归平凡的生活 融入社会 佛法无国界 海涛法师更是带领大众走遍世界许多角落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礼佛 佛教发源地印度朝圣 江南佛门寺院巡礼 更走访许多需要帮助的国家 亲自把众人的爱心温暖每一个角落 以生命为本怀 传播佛法的智慧与慈悲为致也 海涛法师于国内外各地设置的52个佛陀教育中心 并且还在陆续增加当中 每个中心皆设有佛教图书馆 免费赠送经书 录音带 微信滴 与大众结缘 还有许多珍藏书籍 工人戒约 佛陀教育中心 定期举办佛学讲座 及推广八观斋戒 让人能方便地听闻佛法 了解佛法 另外中心还会至各地 不定期举办共修放生 及关怀活动 并提供助念的服务 希望能进化社会 促进社会祥和 在佛陀教育中心的每一位菩萨 都是那样的真诚与可爱 他们全心投入这个 热心付出的工作 他们花费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变成每一个人 所得到的最大福报 佛法有骨自心 就是以慈微为本怀 所谓佛心者 大慈悲誓言 以无原词赦诸众生 因此害怕法师 长期推动放生 让许多生物获得自由 极力宣导救生 让所有生物 得以免于被杀的恐惧 对于保护生命 更是不遗余力 中华护生协会 就是本着 互生使命而成立的 协会目前于台湾各地 已成立二十多处 互生园区 提供各类动物们 一个安心居住 无恐慌的天堂 并带动 欲教于乐于互生 让大家在 爱其自己生命的同时 也能爱护一切生命 另外中华护生协会 也定期举办 各类护生放生活动 让每一个人 都能亲自参与 同时也大力宣传一些 放生方法 放生须知 相关技术 让每一个人 都有正确充足的 护生尝试 中华护生协会 也发起帮助 贫困学童的活动 对于一些加紧倾苦 无法缴交学费的学童 帮他们募集款项 让他们能 无忧无虑地 安心求学 因为在爱的环境之下 成长的孩童 将来方能以感恩的心 来回馈社会 服务大众 以帮助更多 需要受助的人 海涛法师 期望让更多人 都能阅读到佛教经典 进而了解佛法 于是创办了 中华印经协会 中华印经协会 大量倡议各类佛教经典 佛教漫画书 使大众都能 方便地获取资讯 轻松地学习佛法 另外协会致力 翻译各类经典 流传海内外 并将一系列 活佛教育丛书 赠予国内外 各机关团体机构 期许大众都能阅读经典 认识生命 培养书香社会 关怀人文胸怀 除了大量印制经书外 中华印经协会 录制录音带免费结缘 透过法音宣流 将佛法骨润群生 净化人心 建立清静的人间大道场 佛法不离世间法 将佛法实践于生活中 才是真正的修行 中华印经协会 也成立佛教读书会 共修会 倡导读诵经典 念佛等活动 由大众共修之力 积极推广读经与念佛之风气 佛教是一个快乐 令人欢喜的宗教 学佛更是一件愉快欢喜的事 而慈悲佛取传播协会的成立 就是希望能传播 佛取的精神及力量 以唤起人性的纯真与善良 并将佛取融入日常生活当中 让每个人的心中随时充满希望 更期望藉由轻松的曲音 欢乐的唱诵 激发生命力 提升慈悲心 未来慈悲佛取传播协会 以制作各类念佛法文录音带 推广世界各地佛取为主 并将成立妇女合唱团 佛乐团 并加强宣扬佛舞艺术 乐器演奏及音乐教育 也展现出佛教范背的新风貌 希望慈悲佛取传播协会的成立 以及抛砖引玉 能用最生动活泼的方式 呈现出佛取的动人力量 并透过对三宝的赞颂 进化我们的身口意 让每一个纯净祥和的音符 合奏起生命中永恒的旋律 生命是永不停止的学习体验和关爱 为了将佛法落实于世间 深入生命 在海涛法师的代理下 成立了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由护生协会海涛法师所发起 以宣导爱护一切众生 以任生命平等教育为半台宗旨 最终目的 是为了将佛法教育结合现代 面向世界 贴近社会 宣导佛陀慈悲本怀 教育社会大众 尊重生命 及珍惜一切物理 秉持佛陀平等慈悲的本怀 生命电视台将制作多元化的节目 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尤其注重学童节目 让关怀生命的教育从小做起 另外为了能更广泛 更深入地实行菩萨道 以请高僧大德 善知识上做说法 致力推广慈善公益活动 创造一个完全清净慈悲的 公益电视台 目前生命电视台节目规划有 佛学教育类 节目有 长老法语 海涛法师红法行 各道法师佛学讲座 活法教育课程 佛教卡通 儿童故事 佛菩萨的故事 佛学英文等 生命教育类 节目有 心灵思商 佛学推广 犯被交叉 儿童生命教育系列 青少年心理辅导 富佑保健 认识堕胎真相 如何杜绝自杀流行风 预防忧郁症等专题 生活休闲类 节目有 每月放生活动 及任养动物等相关讯息 以及宣导 戒杀放生的主题节目 提倡念佛 速食推广 海外弘法旅游等 公益服务类 节目有 校园 监狱 军队 演讲活动 公益 和佛教法会活动报道 以及直播受嫌人 心路历程等节目 爱心慈善类 节目有 任养学童活动 临终住念关怀 老人关怀咨询 关心除记 以及弱势族群等 社会福利相关内容 期盼透过 声光影音 无远复界的宣传效应 来教育世间人 学会尊重生命 传递慈悲 解杀 念婆 放生 吃素 佛学 教育 祭品 祝念 博取 万倍等全方位的理念 创造出一个完全 亲近慈悲的电视台 所以生命电视台 就是一个走入大家心灵的电视台 我们希望能在大家的生命里 栽植心灵的菩提种子 灌溉它 使它更茁壮成熟 在坚毅雄魂中 焕发出慈悲自在的光滑 与更多的生命分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是归一佛法孙三宝 二是对佛陀表示礼貌、敬意 礼貌包括了仪式的姿态或动作 敬意这主要是指人们的内在心态 在佛门中 与莫动静安详 一切合一合法 就是礼仪 准备好一颗沉浸清静的心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 佛门礼仪 合十极为合掌 是佛教徒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用的礼节之一 合十是练心修行的方法 也是威仪礼仪的表现 当我们来到寺院参访 或是在街上遇到出家法师 师兄师姐 只要自然地合起双掌 做出合十的知识 然后道声阿弥陀佛 即是一种最自然 也最简便的吻后方式 另外 当我们聆听长者大德说话的时候 可以双手合十表示恭敬 遇到一般人的时候 也可以用合十来问候及打招呼 以下就让我们来了解 合十的分解动作 一 轻轻地合起双掌 手指及掌心并拢 手肘自然弯曲 贴于胸前 两手合在一起 表示统一圆满 全心全意 身体上的企同慢顺 心也容易平衡 肯定是正常的 中文 有点 教育